学校里,小春从二楼一跃而下,用父亲送的棒球棒将三个高中生痛扁了一顿。 原来,布曼班上一个市议员的女儿,三个高中生计划在今天对女生实施强暴,而哥哥泉水则站在楼下看着小春维护正义。 和泉水的腼腆害羞不同,弟弟小春阳光帅气,极恶如仇,在学校里就非常受女孩欢迎,甚至还有女性跟踪狂闯进小春的房间帮她打扫卫生。 但小春对女人却并不感兴趣。 这天,正在清理涂鸦的小春被哥哥泉水找到,因为今天是母亲的忌日,兄弟两人得回家参加家庭聚会。 小春和泉水回到家时,父亲正在喂养蜜蜂,看到两兄弟回来,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欢迎回家。 父亲对此似乎是习以为常了,而事实上,两人都很久没有回过家了。 晚上,兄弟两人陪着父亲吃完团圆饭后坐在电视机前休息。 这时,电视机里播放的连续纵火案新闻引起了小春的注意。 小春发现,这几起纵火案的案发地点就在自己每次清理的涂鸦附近。 几天后,纵火案又发生了,依然是在小春清理涂鸦的附近。 由于小春清理涂鸦时,都会拍摄清理前后的两张照片给雇主,无意中留下了被清理涂鸦的信息。 在每次的纵火案发生的附近,都会出现照片里这样毫无含义的纯英文涂鸦。 两人怀疑,这会不会是某人传递给纵火犯的信息。 于是,小春和泉水扮演起了私家侦探的角色。 调查之前被清理的涂鸦,两人来到一处纵火点,是一个桥洞,地上还散落着色情杂志。 看到这些杂志,泉水回过头问小春是不是讨厌女人。 小春告诉泉水,自己只是讨厌叽叽喳喳的讨论性。 接着,小春开车带着泉水回到了家。 屋里,父亲正在翻箱倒柜地找自己的包。 泉水拿起父亲翻出来的相册,看到弟弟的照片时,泉水惊讶地发现。 小春在高中时期的照片里,每一张都有跟踪狂夏子的身影。 就在泉水调侃最近没有见到夏子跟春时,一旁的父亲轻描淡写地对两兄弟说,自己找包是因为得了癌症,要带点东西去住院,随即还安慰道,这是一个小肿瘤,做了手术应该很快就能好。 虽然父亲的态度很积极乐观,但泉水和小春知道,这是父亲的一贯作风,用平淡乐观的态度说一件非常坏的事。 把父亲送去医院后,两人来到最近一次涂鸦出现的地方,决定分头行动调查纵火案。 然而泉水还没走多远,就接到了电话,小春这片遇到了纵火犯,而当泉水赶到时,纵火犯已经跑了,不过好在两人及时扑灭了火焰。 第二天,泉水又把涂鸦照片拿出来对比,这次泉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。 作为基因系的研究生,他发现涂鸦虽然本身没有什么特殊含义,但是每个单词的首字母按顺序连接在一起,就是ATJC,是人体的DNA的四对碱基。 而涂鸦要传递的信息就是基因。 得到线索的泉水把事情告诉了实验室的同学,而同学则对泉水提出了犯罪遗传的观点,并举例证明,当地24年前的高中生连续强奸案,凶手强奸了30人,却只在少官所待了5年就出来了。 而且,最近好像又回到了本地,开了家风俗店,组织中学生卖淫。 同学无意间的论证让泉水冷静不下去了,因为泉水的母亲就是当年30位受害人的其中之一。 24年前,泉水还只是一个强保中的婴儿,一天午后,母亲带着泉水在外面逛了一圈回到家,还没来得及关门,就被早已埋伏好的强奸犯袭击了。 受害者就在泉水的哭声和母亲的反抗中完成了罪行。 尽管凶手之后被抓住,但这还是给母亲的心理留下了阴影,更令人崩溃的是,母亲怀孕了。 泉水的父亲在得知这一消息后,决定让妻子生下这个孩子,他并没有将错误怪罪于这个孩子,反而劝说起了母亲。 在父亲的开导下,母亲接受了这个孩子,还取名为春,因为春和泉水的英文都是spring。 他们搬了家,决定开始新的生活,一家人在小春面前从来不提rape,母亲会对用绅士欺负小春的人大打出手,哥哥泉水对弟弟爱护有加,而用父亲的话来说,小春泉水,母亲自己四个人就是最棒的一家人。 可好景不长,母亲出车祸去世了,这时,父亲终于对两个孩子说出了真相,虽然两人早已在街坊邻居的耻笑中有所猜测, 但听到父亲亲口承认,兄弟二人心里还是不免有些难受。 本以为事情该被放下的泉水,如今却得知当年的凶手现在毫无悔改之意,还重操就业,做起了组织中学生卖淫的勾当。 这让泉水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 为了确认最近回来的强奸犯是否为小春的生父,泉水先是跟踪了强奸犯,在酒吧拿走他的烟头,离开的时候,泉水注意到了一个一直盯着自己的嫩妹。 拿到强奸犯的DNA后,泉水又来到小春的房间找头发,只是,还没等泉水把头发装进收集瓶里时,小春开门进来了。 他问泉水在房间里干嘛,没想到被小春发现了,泉水只好谎称,自己在搜集昆虫标本。 小春告诉泉水,甘地曾经说过,非暴力是最好的武器,因为甘地相信人是有良心的,但很遗憾,这终究只是一个幻想,人性之恶远超甘地的想象。 小春莫名其妙的话并没有让泉水放在心上。 泉水随即来到实验室,对比两人的DNA,而屏幕上99.7%的数字,证实了强奸犯就是小春的亲生父亲。 之后,泉水来到强奸犯经营的风俗店,他问强奸犯,过去这么多年,他有为自己犯下的罪恶而后悔吗? 真相总是残忍的。 强奸犯告诉泉水,自己从来没有对强奸这件事有过后悔,并且他还对一位刚伤了孩子的母亲印象深刻。 因为在强奸犯眼里,这个女人的反抗是一种欲擒故纵。 说完,还拿出她的战礼品,每一桩强奸案的照片,向泉水炫耀。 离开时,泉水又在门口看到那个盯着自己的嫩妹。 走回家的路上,在经过大桥时停了下来,因为他实在走不下去了。 回想起家庭的悲惨遭遇,泉水哭了出来。 他下定决心除掉强奸犯,于是泉水假计有外国朋友要购买照片, 约强奸犯明天出来,再将其溺死,为家人报仇。 而与此同时,泉水又接到小春的电话,约自己去酒吧见面。 抵达酒吧后,小春告诉泉水,自己又找到了几处新涂鸦, 内容是,不可饶恕之人,必会遭到报应。 而这几个英文的首字母是UGA, 并且小春让泉水明天和他一起去抓捕纵火犯。 但此时的泉水满脑子都是明天杀死强奸犯的计划, 心烦意乱的泉水呵斥了小春一顿便离开了。 在门口,泉水再一次看到了那个嫩妹, 正在气头上的泉水忍无可忍, 他质问女人为什么一直跟踪自己。 而嫩妹的回答让泉水瞬间冷静了下来, 嫩妹说自己就是之前跟踪小春的下子, 而现在跟踪泉水是因为他之前在跟踪小春时发现, 小春总是在墙上画好涂鸦又擦掉, 之后又去纵火。 担心小春精神错乱的下子, 不得不寻求泉水的帮助。 听完这一切的泉水立马反映了过来, 弟弟小春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胆小的孩子。 小春曾告诉自己说只要搁个泉水在身边, 自己就能拥有无穷的力量。 而这次诱导自己调查纵火案, 估计就是想自己陪在他身边。 可小春纵火的原因是什么呢? 泉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。 于是他决定找到弟弟。 回到家的泉水推开弟弟的房门, 可小春并不在里面。 就在泉水准备离开的时候, 房间内干地的海报被封掀起了一个角, 而海报后面赫然就是小春标记的纵火地点, 以及强奸犯的照片。 顺着小春的地图, 泉水来到画着UGA的涂鸦地点, 因为泉水知道UGA是基因序列里面的中子密码子, 所以这里也应该是小春纵火案的最后一步。 此刻的泉水明白了一切, 小春选择的纵火点都是当年的强奸现场, 而纵火则是为了净化那些罪恶。 现在, 作为终止, 小春一定会把地点定在母亲出示的老房子。 泉水一路狂奔来老宅, 果然, 小春正在房子里面和强奸犯对峙。 面对小春, 强奸犯依然没有悔改, 他甚至认为, 小春能站在他面前, 都得归功于他的劳动成果。 面对眼前无药可救的人渣, 小春不再迟疑, 拿起父亲送的棒球棒, 疯狂地砸向强奸犯的头颅, 也算是净化了这些年来的罪恶。 回想起很多年前, 父母带着年幼的泉水和小春去马戏团看小丑表演。 小春问母亲, 高空表演的小丑不会惧怕掉落下来吗? 母亲的回答是, 小丑很享受表演带来的快乐, 就算是掉下来, 也不会感到难过。 其实, 泉水一家就像是表演的小丑一样, 失去了重力, 漂浮在空中。 对他们来说, 生活的苦难的确很多, 但他们更多的是在享受生活带来的快乐, 所以哪怕正在遭受苦难, 他们也不会失去希望。